打嘴巴 我说有必要那么严重吗 他感动到可以 因为胡麻打嘴巴 觉得他错了 因为我刚才讲的一个因果 原来他上辈子这么 杀到三个人什么什么的一大堆 所以老师本来讲我要带他走了 你们做那么多功德 这次肉体就是不用 因为他就是不让你活嘛 但是他跪下来 刚才我跟老师说 只要他好 我一定随便度化 我会更发心这样唱 老师说好吧 老师我一肩扛起 所以老师没有很直备 老师又一肩扛起 所以我们身为老师徒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的 再来自己社谈的因缘是 这一点后学也要很佩服我们经历 后学十七岁求到嘛 后学开把会当天就给自己说 后学一定要社谱堂 所以后学开始存钱 十七岁学生自己存钱 都存不了多少 所以存了半年之后后学放弃了 后学只跟爸爸说 爸你给我钱好了 我想买佛座 因为我觉得我存买乎 但因为后学去保障学得很开心 你知道那个上下自己存钱好棒 你知道后学觉得说 哦 因为后学